实际上 要不是当初在外国城堡 丽少说了一句 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指不定 她现在已经被他扫地出门了 可恶 谢婷婷握紧了拳头 心情一下子禽转阴了 三个月前 她还愁愁满志 现在 她自己心里都没有底了 更不明白 丽少既然不见她 不理她 当初为什么 又从那么多的人里面 把她给挑出来 留了下来 可当时那么多明月美女 要说不是因为对自己特别 才把她给留下来的 她自己都不相信 尽管心里翻江倒海 她的面上 还是维持了高傲的笑容 不着痕迹地拒绝了 她是真的忙 没有时间 等有机会了 我再介绍你们认识吧 去 几个女人心里清楚 她说的是在推诿的漂亮话 齐齐地撇了撇嘴 不过 她们还是要靠着谢婷婷捞好处 只能压下嫉妒 堆出笑来 好吧 说好了哦 下次要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的 当然 对了婷婷 等会儿我们去哪儿玩呢 就附近的商业街呀 我看看 有没有新款 附近商业街 全是栗少名下的产业 她上次蹭着管家 在这一带刷过脸 只要她去 这里都是不会要钱的 她的话音刚落 几个人都露出了 失望的神色 其中一个忍不住说 又是商业街呀 每次都去那里 我都快要逛腻了 我们今天换个地方吧 谢婷婷只觉得 她说的话无比的刺耳 脸色一清 狠狠地瞪了无辜的 持恩恩一眼 一肚子气找不到地方发 她也想换一个地方 本来都找好了冤大头了 结果冤大头临时不来了 给她塞了一个 没钱的下属来凑人数 为了崩面子 她还不得不忍了 可能只看出了谢婷婷脸色不好 马上有人来打圆场 换什么换呢 我觉得这附近逛逛挺好的 我上次看了一个包包 今天还想去看看 有人这么识趣 谢婷婷的脸色 总算是好看了一点 大方地说 瑶瑶 你看上什么包包了 我送你吧 真的 谢谢亲爱的 女生一阵的惊喜啊 要知道 这一条商业街上 随便一个包包 都要好几万 谢婷婷出手这么大方 她能不高兴吗 真的 谁也喝得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去看看你说的包包 好看的话 我也买一个 这家店也是力少的产业 她根本不需要付钱的 谢婷婷提着包包 得意地走在了最前面 吃恩恩也跟着起身 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不用再听了 刚要出去 忽然前面传来一阵鲜花 狐狸精 你敢搞我男人 女人的怒骂声 伴随着耳光声和尖叫声传来 只见离他们不远处 围着一群人 刚才骂人的是一个中年贵妇 此刻她揪着一个女人的头发 不断地咒骂 我让你搞我老公 让你大半夜地 传不要脸的短信 不要脸的女人 一看就是个狐狸精 那么喜欢睡男人 要不要我花钱 给你找一些男人来啊 啊 中年贵妇的身边 还站着几个人 应该是她的闺蜜 时不时地动手 对着小三又掐又骂 场面好不热闹 他们闹得那么大 咖啡店的人都看了过来 店员赶紧地过去调解 对不起 这里是咖啡厅 请保持安静好吗 中年贵妇火气正大 怎么会听劝呢 当即甩开手 怒不可遏地低吼 她搞我男人 你让我安静 店员被吼得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对面被抓奸的男人 铁青着一张脸 站了起来 吼了一声 好了 不要闹了 她的话音刚落 中年贵妇就哭嚎了起来 好啊 彭儿 老娘陪你吃苦受累的 大半辈子 帮你生儿育女 照顾老人 你现在有钱了 你就背着我在外面 花天酒地 你还是个人吗 你 男人脸上一阵尴尬 只能好生好气地安慰她 好了好了 不好闹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回去再说 我当然要回去 女人拔高的声音 恶狠狠地说 但在走之前 我一定要狠狠地 教育一下这个狐狸精 你别闹了 我闹 你搞搞清楚啊 要不是你们背着 我不三不四 我能闹吗 我早就听说 你跟她不清不楚的 我一直没管 想着 男人嘛 难免遇到一点诱惑 没想到这个狐狸精 变本加厉 还给你发短信 让你跟我离婚 哼 要不是我昨天晚上 看到了短信 是不是彭夫人的位置 就要换人来做了 我告诉你 彭儿 我也有公诉的股份 你要是敢离婚 我就把股份卖了 我看你还坐不坐得稳 这个老总的位置 男人的面色一变 马上否认 老婆 我和她只是逢场作戏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你不是要离婚 跟她在一起吗 她不是你的心肝宝贝 甜蜜果子吗 被老婆当众公开 和小三的私密情话 男人的脸上 一阵清一阵白 还只能陪着笑 小声地说 老婆 你相信我 我爱的只有你 是她跑来勾引我的 我那一次是喝醉了 就和她发生了关系 然后她就一直缠着我 闹着要让我负责 老婆你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要离婚的 我们回去再说吧 回去说 好不好 周年贵妇睁开了她的手 一把抓起女人的头发 啪啪就是两耳光 打完之后 她痛快地松开了手 朝着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的女人 吐了一口的口水 不屑地说 听到了吧 我老公只是玩玩你而已 这次就算了 下次 别见到男人就缠上来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我们走 一群人呼啦啦地走了 走到最后的男人 不忍心地看了一眼 被指点的小三 被面前的老婆一瞪 马上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痴恩恩看完了整场闹剧 为那个男人的不负责的行为心寒 也为两个女人不值 本以为人走了 闹剧就结束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小三抬起了头 仿佛没有看到周围人围观的指点似的 淡定地整理起来 他抬起头 把被扯得凌乱的头发扎起 露出了一张干净白皙的脸来 痴恩恩错愕地张了张嘴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顾谦词 怎么会是顾谦词 没想到身边的人也惊讶地冒了一句 顾谦词 看着漂亮女人狼狈的样子 他一下子来了兴趣 招呼着朋友 我看到了一个朋友 走 去打个招呼吧 推文 There's my Snapchat 这一易烈不熟